2015年6月1号百隔时事为你整理个报评论 首先是新州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先进州开倒车 巴达林县土地局属下的酒牌委员会 对雪州中药店发出尽数烈酒通令 而同属雪州的沙拉南市政厅也声明 不再发出纯酒库执照 针对着新州日报专栏新观点认为 这两项消息不仅对中药店以及受酒业者不利 更显示了明年执政雪州短短几年 伊斯兰化政策日益显著 非穆斯林的权益和自由逐步受侵袭 过去行动党常抨击 马华当家不当权 搜马六甲在马来区的便利店禁售酒是危险的先例 这些话还言犹在耳 但现在看来该党在雪州的地位不也是如此选择沉默吗 另外文中也指出 雪州随意推出伊斯兰化措施或不友善的干预商业活动 不但阻挠外资进驻 影响当地旅游业及经济发展 更迫害雪州自取为仙境州的形象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花俏津贴灌全球 马航新首席执行员穆勒日前轻描淡写的 道出几项马航长年巨额亏损的原因 针对着光明日报专栏看见指出 太臃肿的员工 太多的笼员 行政管理失效 不知所谓的超时工作量 以上穆勒所举的这些原因 大众都心照不宣 而朝廷政府 马航就有的董事局成员 又哪会不清楚和明白 这是政府的关联公司 彭党当道的违祸之列 另外作者认为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 180种花俏津贴 可说是动一下走一下都有津贴可拿 堪称冠决全球 除了连骑脚车都有津贴 令人瞠目结舌之外 就马航员工一日三餐的津贴是161令吉 每月总数高达4830令吉 这已经是一个家庭四五口的总开销了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是吗